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礼拜四优先收市托 Yumi 今天市场怎样看 还是很少成交 日升日跌 没错 我想大家 我们一直在说这是新常态 希望大家都习惯这个非常短线操作的日子 无论是指数这样 你看到这个上落波幅不是很多 而且可能一天的阳烛是这样 第二天的阴烛尺寸差不多 个股同样都是差不多这样的部署 所以你看回刚才你麦前问了一个问题 怎样看来短线 可能指数是爆上还是爆下 其实都可以转横行的 第三个选择 我都回答了 为何我会这样问Yumi呢 有时都要了解一下女人的直觉 但我时的直觉是反向的 那也要了解 更加要了解 同样重要 希望做Mini Mark 2号 最终究竟是怎样的 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我觉得这样的盘法 都是刮多个赛的 但是你催去不胀 就是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美古年 我们之前觉得是比较弱的蠟子 现在都有一个叫做 似是想破顶了 就是纳斯达德指数 如果你说纳斯100 就是你看回QQ的话 它已经破了了 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 DJI那些一直强势 或者这个GSPC 就是标普500那些 是这样一路冲上去的那些 新兴市场来说 我觉得恒指 我自己也不太乐观 今天有些其他东西 我就有点开心和大家分享 升级 包括我有的 823吧 对不对 6十几元 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买 现在就上到这里了 再创新高 那麦前也跟Yumi说过的 他今早就跟同事有些交流或者疑惑 对 环球和地区的危险 都是有个价格上升的现象 后来我们讲讲做其他事情 没有质疑中了 但你觉得是怎样会这样 两个原因 一个小一点的原因就是 最近债息也开始回落 债价又上升 那个加息的预期 加息的预期就不说了 其实我觉得加息的预期 其实没有低谱 隆门任联储局摆 现在是下跌至1.6 所以这是一个小小推升的原因 但更大的原因就是 都是疫情 对 就是你的利益反映什么 收租 商场那些东西 现在觉得 譬如823就反映本地 或者 778 2778 基本上 就更加本地 778就更加民生 你看这枝羊粥很厉害 今天就叫各位有少少盘整 但是昨天 那个厅都不小的 大家都见到那个疫苗 香港也好 全球也好 接种率也是好 接着 香港的疫情 基本上现在都 你说清不清零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总之是一个很低的位置 这些草丝又放宽了 最坏的时间是进一步确认过去 如果你抽回 我用778为例子 好啊 你抽回一个图 就是说疫情发生之前 2020年的年头 其实它是在9元那些位置的 现在就 就是疫情最低的时候 跌到6元那个水平 现在就去回百元 但是其实还没上到之前那些 横行费的 所以可以看着上面那些位置 做一个目标 是的 基本上我就是这样的 嗯 OK 另外也要关注 为什么我们港股这边 都是零食弱的呢 除了在A股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 又是那些科技股份 仍然是受到反垄断那里 负面因素 仍然都在阴霾之下 都仍然有个比较 你可以说日升日跌又好 非常短线的操作 还有 都要详细讲一下 这个反垄断之下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之前没说过 34间的互联网经济平台公司 同市场监管总局开完会之后 现在给他们三天时间 就逐一要签计承诺书 所以你看到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 来到今天 已经出了第二批的公司 去签计承诺书 大值的 首先今天有腾讯 还有快手等等 而昨天其实已经有美团 百度 还有京东 是未见有阿里 我搞不清楚 其实阿里还不用不签 都被人罚了 而且在金融方面 都被人罚了 但是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觉得是Honey Moon 还是仍然有一些因素 会是 令到这些科技股份 都更有孤雅呢 其实 去到政策 这件事真的有点难 是的 其实有点冲 你问我 其实我有点冲口而出 第一个感觉 就觉得 都签了 没事的 但是 根据过往的经验 那最后签了之后 会不会都有些行动 或者之后再 又可能计算 这些 不是我或者Yumi 或者大家说 就可以算数 对不对 对啊 这些 因为他们承诺书的内容 其实都不外乎 就是针对着二选一 或者要降低他们的准入 就是去到他们平台的准入门栏 又或者产品方面 就不能用低价来抢生意 或者垄断生意 是的 或者那些什么大数据杀熟那些 但是说真的 你也是生意人 有时 你本身那个公司是很强大 你那个公司的数据又很高 如果我是一个商户 我想参与 就是找不同的平台参与 其实我都会选一个大规模 而且订阅 就是那个活跃用户人数 比较多的公司 其实很合理的 是的 所以怎样去搞呢 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是少少蒙古 尤其是 譬如你很多外国 尤其是一些网上的互联网公司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进入中国的 那都是国内那些互联网公司去竞争那个市场 那怎么说呢 大家都习惯了那个生态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的 就是在别的地方 我觉得真的好像不太适合 这些行为 但是不知为什么呢 在中国我就觉得 都是这样的 就是习惯了 就是包括我 我想在大陆的用户 就应该是更加习惯了 对我来说 所以大家都可能观望一下 就是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 就是这么说 就算他们说 就是我不想垄断 其实Yumi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他们说不想垄断 那有没有其他人出来去分担市场分享呢 很难的 就是要有这样的 例如质素 又或者你有这样的技术支援 现在是大数据嘛 是玩的 是的 才可以分享到一般的金钱 那是不是变相 最初就逼人去用这堆公司 现在是不是变相逼人不准用这堆公司 但是又没有一个好的选择 就是逼他们用一些 可能不太成熟的选择呢 真的不知道 是的 就是比赞 无论我是互联网公司 还是我是商会 都好像 所以这下呢 小小招头 是的 又怕是触及这个地雷呢 好 那看看明天 明天应该会出第三批承诺书的名单 签承诺书是什么用呢 就是他们在一个月之内 自查和自己整改 当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有关的监管部门 就会去查一下 如果真的还有一些 垄断的情况 行为的话呢 到时就可能真的会罰款的了 是的 要看他们乖不乖 这样 讲开呢 其实 再提一提 讲开Sikus 很多人 最近都会讨论 这个Sikus仓 嗯 包括我们 其实我们自己平台的功能 你们可以追踪到那些仓 没错了 其实呢 大家如果看开我们的 个股就是个股报价 跟着行识的功能 之前都有介绍开 那你点去分析这里 第一页就是数仓分析 其实这一页 都非常之有用的 不过我自己就不是最熟 我有时都会请教一下钱 或者看开Sikus仓的人 这一页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有更新的 譬如这个 你看回是14号的一些大的仓位调动 或者 再看回 譬如 这里 14号为例 今天是15号 14号的仓位变动 就佳兆业 这里就有一个非市场转仓 不少于 那么多股 和那么多百分比的 首先你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大的转仓移动 那 而 譬如 究竟它是增持还是减持 哪一间 订阅卡 订阅卡 可能是高盛 或者是华盛 或者是 汇丰 都是订阅卡 看看 如果介绍页 去这里增持 9.9% 这里已经有了 就是有上面 原来就是海通国际 就增 它的持股变动 就是绿色的9.45% 就是增持了 是 接着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点进去这一款 就研究一下 就是选择这一期 研究一下 它的持仓的变化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的启示 这样 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所以我想如果有看开我们这个客户 就不要说当是美团 因为不是每次好像美团那样 会有新闻报道 其他的一些大股份 有些类似的变动 都可以第一时间 就是组着仙居去自动犯马 我说回这件事 我都补充一点 因为我因为这样 都问过一些基金的朋友 究竟美团那件事是怎样的 是的 究竟美团那件事是怎样的 我问过一些朋友 就说其实基金的立场 因为之前我都说过 19年那时候 红杉资本是没有公司基金 然后分派部分的股份 是给子公司基金的 那时候是经SDI问 原来就是基金 其实他们有一批货 其实你放在SICAS和在场外 其他地方的 是你一批基金 对于这间公司 可能做一些短线 长线的股份的部署 所以有部分是放在SICAS 有部分是放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去查询的时候 有时候SICAS会见到 SDI会见到 他们普遍都觉得 应该都是好像上一次 红杉资本的做法 只是由没有公司 就转到子公司 嗯 明白的 这个大家听清楚 这个是美一个基金朋友 他对美团今次动作的一个估计 嗯 不是事实 是的 不是美团说是这样 是 而其他人你都可以估计的 最简单的 一般我不讲是哪个股份 有一个大的叫做非市场转入 就是叫做将一些货 由SICAS以外转到SICAS里面 跟着买一个计券 还要是iBank来的话 其实有新闻报道是很正常的 或者有人去说其实很正常 因为为什么 明明那些货 你都是 譬如可能 譬如是实物股份 是 你都拿了十年八年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将那些货 传入去高盛呢 是不是 不会贪得意的 就是又有洗肺之类的 是 于是那些人就会估计 那些货 可能会有些动作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不过今天就不详细说 关于这些SICAS的推断 反垄断其实牵涉着 不同界别的科网公司 当然再提一下腾讯 腾讯最近都挺多消息的 就是一来正正就是 美团SICAS那件事被人爆出来 那天是星期一来的 其实那天早上腾讯就已经有一宗新闻 就是说计划是发债 而且是将那个集资的规模 由原本200亿美金 上条去到300亿美金的 然后呢 去到前一段时间 又说暂换 而暂换的原因呢 根据有一些的报道所说 就是他们引述回 当初那个投资者电话会议 又说 因为是刚好中国华融 那个债券价格急错 那个时候 所以停一停地想 都简单地暴衷一下 华融事件是什么的 就是他们在4月1号 就有份公告 就是说延迟公布 这个的去年业绩 原因呢 就是说都要核素C 都需要更加多的时间 去搞清楚盘数 打后财新 我们一个媒体财新 有一篇的文章就大爆了 这篇华融呢 就说其实当中 牽涉着资不抵债的东西的 所以可能是面临着破产的 甚至呢 就觉得国家就应该未必会出手 这个是来自财新方面的报道 嗯 但后大家就害怕了 会不会是真的出现一个 爆煲的情况呢 明明他自己是 处理一些不良的资产的 公司来的 是 那如果爆煲 那是怎样做呢 那其实看回 我那一刻就立刻压回他的债价了 嗯 由他当初4月1日 就延迟公布 这个去年业绩开始 这个债价累积下跌的 跌了呢 我截至昨天 我看过数字了 都跌了四成多的 好了 看回那时候 因为他的债是涉及美元债 那怕着火烧连环算 影响着其他的美元债 因而就有个担心 就是会不会影响着 腾讯政策 可能是 都是发美元债的 来到去影响着那个反应的 好 那现在又再重启翻 应该就是那个 影响性就不太大 这样 是 希望没有事 但是 在这个叫做怎样说呢 市场比较薄弱的时候 乘客比较薄的 乘客比较薄弱的时候 有些这样的负面传闻出来 乘客都不奇怪 是 那说完这些客人的事情 我就要说一件开心的事情 就是现在市场 抖音的母公司 字字挑动 就准备来香港上市 是 今季 今季就是第二季 就是四至六月 四月都走了一半 是 所以 是开心事来的 那就是抖音提起来 他现在 就是传的估值 就会高达四千亿美金 四千亿美金 其实就是 仅次于腾讯和亚里的市值 如果你以港股来说 那 就是说 都是非常非常健碩的东西 与此同时 大家 讲开抖音 又会想起快手 想起快手 又会想起 第一很难抽 第二就是 抽中就很发 Yumi 你当时有没有抽到 没有 不过你无害今天快手估价 那不要说 你这么说 快手呢 1024嘛 我记得 是的 1024呢 你不要将它想由高位 你要想一下它的招股价 就算现在这一刻呢 沽呢 就是如果是抽到呢 都是应该赚一万 送一点的 是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以及整体股值呢 都是高的 是 你两个看 你可以说 炒不起影子股 但是你也可以说 会不会那些资金 套出来 Cash out 他抽一只 更加漂亮的 自制跳动 或者更加受追捧的自制跳动 我自己呢 都利身了 我应该极极大机会呢 会重锤出击的 其实短视频呢 是有时长的 都可以有些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吗 你什么时候拍下呢 我不想 没有那么多时间 首先要大家想清楚就是 知不知道长视频和短视频 就是除了长短 其实是怎样得来的呢 考考一下你先 什么怎样得来的 就是长视频就是长视频 短视频 短视频就不要拍那么短 就是你用相机不停跳几下 就是长视频就是 本身你也有些公司 例如是腾讯视频 还有优豪 其实它都会花了 外奇艺 也会花了很多的资金 来拍一些长的影片 你当是长的影片 但是短视频 除了我们平时拍一些生活片段之外 其实你应该可能没看过吧 我猜 但是我也经常看的 现在是流行 就是近几年都流行了 就是透过一些二次创作 将一部电影浓缩做 那你真是少看我了 一部短视频短片 以前我看是不是谷按摩 是 这种就是短视频 是的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是的 其实我自己都喜欢 正的 因为有解读 又好像浓缩了一些时间 还有因为它是浓缩了 是的 带到给人的满足感 其实是更加强 我几分钟看完电影了 是的 等了你几个钟才看完电影 是的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当然如果自己看就看几分钟 跟人一起看 当然会想长一点 但根据市场的口味 我们以中国市场来说 其实2019年那时候 短视频用户使用的时间 已经超越了长视频的用户使用时间 很合理 是的 去到今年 所以我们都不要说那么长 拜拜 继续 今年2月份 抖音短视频的活跃用户是5亿差不多 快手 抖音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快手就是差不多3亿 其实这里是超越了爱奇艺 还有腾讯视频的活跃用户 每个月活跃用户人数 这里是别人 你看一下腾讯视频 其实它用了十几年才做到这个规模 但是短视频 很短视的时间 就可以做到这个规模 那这些长视频公司怎么算 所以现在 腾讯是打算重组的 现在就有传 其实它 根据内地的网站 就说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 即PCG 是打算重组 看看会不会是迎合这个 短视频的市场 嗯 很合理 那些维权的你又怎样看呢 这里真是 不懂 我觉得 不能够 是的 我又用一个做生意的角度来说 你再说一件事先 怎样维权 即 譬如刚才说那些什么 二次创作那些 就尝试用版权 这些法律 这些角度 去阻止别人这样做 第一这个 就有机会不得人心 第二就是 那些成本 或者花费的时间都很大 那你 其实呢 一样东西 当它成为一个趋势的时候 如果我说商业行为 你用这些东西去阻止 根据我的经验 其实就很难的 不如就做好自己 或者迎合 因为 为何短视频会赢呢 因为这个是符合人性 符合市场 不过如果它那个业务膨胀到 会触动到某些监管部门神经的话 所以我刚才强谓是商业行为之间 这个又不同的说法了 你知道这些东西真的很小心 这个真的很难猜 是啊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们都不做这么长了 短视频我们 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就这样吧 拜拜 vậy 对 そ اب 就 说 好